大家都知道现在一些城市已经或者正在建设方舱医院 那么建设方舱医院的目的就是要集中的收治轻症的和无症状的感染者 那么它也是我们阻断疫情的这个特别有效的一个手段 而且大家都知道医疗资源本身就在咱们北京市比较紧张 那么它能够防止这种医疗资源被挤兑 而且更关键的环节是它能够及时有效的 让我们的这种新冠的患者无症状的患者得到有效的救治 让我们社会的稳定加烈安心 所以在这里头我们也是本着咱们老经常说的 被而不用而不能用而不备的这种原则 而且本着预防为先做足准备的这种原则 着手进行咱们北京市的方舱医院的建设工作 那么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4000张床位的改建储备任务 未来还将做在一些大型的场地抓紧规划建设较大规模的方舱 大家不要紧张 其实我们的北京没有那么多病人 但是我们确实要未雨绸缪 我们要先做一些准备 这样的话让老百姓真正能感觉到 我们是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生活和工作 那么在这里头也多说两句 其实我们不是光北京市在做这个市政府在做 我们相关区也在着手开展方舱的这种选址 以及规划改建等工作 那么希望能通过咱们市区两级的这种共同努力 为市民打造疫情防控的一个坚实的屏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